好来看到位在花莲市永吉桥下的圣王堂 多年来持续关怀弱势捐赠物资 8月份接连捐赠洗碗金和普度品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那么堂主黄和诚表示 每当得知有物资短缺的时候 就会号召信众来慷慨捐助 采购食用的物资交由花莲市公所转赠给需要的民众 他也呼吁更多人一起来加入关怀弱势的行列 位在花莲市永吉桥下的圣王堂 多年来持续关怀热势捐赠物资 8月份接连捐赠了洗碗金还有普度品给花莲市食物银行 堂主黄和诚表示 每当得知有物资短缺的时候 就会号召信众来慷慨捐助 采购食用的物资交由花莲市公所 转赠给有需要的民众 我们这个月总共捐了320瓶的洗碗金 以及47份的普度用品 因为食物银行是在我们花莲市大家有目共睹 每一个低收入户或者有需要的 他们每天都会来食物银行来领取所需要的东西 这在我们看在眼里我们能够多付出 我们就多付出来回馈给这些民众 持续有多年了 持续将近最少5年的 从食物银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关心事工所到现在 市长威家宴感谢圣王堂多年来的支持 也特别颁发了感谢状 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圣王堂 在短短的一个月 那继上一个礼拜捐了300多罐的一个洗碗金 那在今天也捐了47份的一个普度供品 来交给我们食物银行去做运用 那这边还是要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圣王堂的我们的堂主 黄伟伦先生 那其实这些年来 他不只捐普度的贡品 他只要食物银行有任何的一个 不管是短缺的任何的民生物品 或是不管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只要跟他讲 那我想黄伟伦先生都会一不容止的 立刻的召集一些好朋友来 把这些物资来补上 那在这边再一次的要谢谢我们圣王堂的黄伦伦先生 市长魏佳燕表示 食物银行的物资是全花莲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来请领 也欢迎更多社团企业或个人 可以挹注更多资源来充足食物银行 帮助极难民众度过难关 谢旅会华人士报道